朋友大家好 工聯會就住 新巴乘巴申請加價 以及有關安全的報告 作出一個回應 首先今早工聯會去了行會 在行會前向特首請願 要求下調新巴乘巴申請一乘二的加幅 現在行會最後拍板 分別是加5.6和7 平均都減了申請加幅的一半 我們認為雖然有關的下調 是回應了社會的部分訴求 但是有關的加幅仍然會為打工仔女 帶來一定的經濟壓力 同時間我們也要求巴士公司 要善用加幅去改善車長的待遇 吸引新司機的入行 同時間也要為保障乘客的安全 以及提升服務質素去多做功夫 譬如很多總站的顯示屏都還未安裝 很多街坊其實有時要追車等車都比較難欠時間 另外在一些站頭加椅都希望能夠加快 與此同時就是關於那個 由於交通費又再增加 我們對於政府推出那個 免審查的交通津貼計劃 我們工聯會一直都要求 將四百元的門檻下調到三百元 以為打工仔女 能夠減輕市民在交通方面的負擔 然後麥美娟就會就住那個報告 作出一些工聯會的回應 就住城巴西巴加價補出一點 就是這次如果進行加價之後 巴士公司是必須要調高車長的待遇的 我們對於員工的待遇的問題是非常關注的 如果車費的調整在它向政府申請加價的時候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要改善員工的待遇 我們真的很希望在加價之後 我們看到公司是可以切實這樣 去改善車長和我們其他員工的待遇 至於我報告方面 我們是歡迎報告裏面的大部分內容 特別是委員會的報告裏面 其實是吸納了我們工會之前交給委員會的一些意見 包括要引入一個電子穩定制控制系統 加強車長的培訓制度作為主要的成效指標 加強宣傳特別是對於辱馬車長的行為 是要有一定的懲罰 加強為巴士車長提供休息和洗手間的設施 這些都是我們工會之前一直提出要改善工作環境 以及對於車長的待遇的 另外一方面 但我們特別要注意的就是 就住巴士車長指引那裏 這邊提到會常設一個工作小組 考慮每間14小時特別間是否符合巴士安全 這個我們其實覺得 為何會有這個特別間的出現 一來就是兩個原因 一來就是車長根本現在的薪金都是偏低的 為何有些車長願意工作那麼長時間 就是因為他們要賺OT 所以如果要解決這個特別間的問題 剛才我們所講的 改善車長待遇這個是必須要的 提高車長本身去寫的基本薪金 這個是必須要的 另外就是那個人手問題 其實公司與期是要車長去做特別間 駕駛多幾個小時 不如他們真的認真地改善那個待遇 吸引到多些人入行 那就可以解決那個人手問題 所以我們覺得呢 如果說要繼續去做一個 常設的工作小組去研究一些公事的問題的話 是必須要考慮到車長的待遇 以及人手 公司是要增加資源去增加人手的 另外就是有一個關於實時警報系統 我們當然都會同意 我們車長是應該以安全的車速 來駕駛服務 但是如果這些實時警報系統 我們希望在公司引入 或者決定用什麼設施的時候 都是要確保不會影響車長的工作 希望確保行車安全 我們不想覺得對車長來說 各種不是一種提醒 而是一種滋擾 那可能反而對於那個服務是有問題 那整體來說呢 我們覺得呢 這些措施裏面的建議 很多都是我們工會當年提出 要改善車長的待遇 令到他們有一個好一點的工作環境 那這些措施我們希望呢 政府看了這個報告之後 運輸處是應該要督促巴士公司 盡快去落實有關的措施 確保車長有一個好的工作環境之餘 市民也得到一個安全的服務 那大家有沒有補充 好 謝謝大家 有沒有提問 謝謝大家 謝謝